自己有一個名字 八十多歲的輕度失去的老生死 我名字在街路走 民眾發行在後的附近 京豐高中又後順問老生死的名字 跟房子住在哪裡 他都回答不出來 所以就慎重他帶回安庭 既然家修來到派出所報案 剛好就時間一天晚上 找到老生死的環境受理 只看到相片就知道是老生死 順利給一個人團圓 在百年一名老生死在街上遊走 民眾發行只有馬上報警 京豐高中之後忘了百天 老生死有完回答不出來自己住在台 叫什麼名字 老生死一直想要走 路徑又用手常常的鏡頭 做自己離開 是要拿出人臉辨識系統 對著老生死的欺負 看能夠找到他是什麼 路面的環境沒辦法 做好就好將老生死 帶回警局連絡十天安庭 再當老生死的家修 就跟派出所報案 修理報案的環境 剛好就是前一夜 找到老生死的環境 順利給老生死一個火雞團圓 剛好隔天我被請的時候 他兒子有來拿照片來要報失蹤 就是說他的爸爸就疑似失蹤了 整晚都沒有回家 我看到照片之後 我就發現跟昨天我處理的 那位民事老人是同一位 所以我就趕快聯絡他 到新民路的安心醫院 去將他的爸爸接回來 其實當下他兒子過來 我們派出所報案的時候 其實我們想到是 昨天那個老人家那個北部 我們是其實蠻開心的 因為北部雖然他的狀況 好像有點輕微失智 但是其實他整體的狀況 健康還是他的身體的衣著 我都是非常乾淨 所以我們也是猜測他應該是 住在附近的民眾 家屬表示 父親現年八十三歲 有輕鬆失敵 非常感謝我已經跟十天的用心 讓老父親不用流浪街頭 在在驚趴近 不夠一天的時間就平安到處 先想到明天的七彩鳳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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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